好了 回來了 講講香港 之前有一家在荃灣的雜貨店 它賣很少貨 但是被警察爆發了 這是毒倉 這個毒倉賣什麼呢? 這顆毒倉賣冰毒 是用茶葉包裝的 有130公斤在裡面 市值是7500萬 一個自己說自己是店員的42歲男子涉嫌犯毒被捕 之後警察再查一查 另外一宗案件也被法庭通緝 現在一宗案件就過去旺角警區 重案組接受跟進 旺角警區刑事督察 陳孟豪就說 警察較早前收到情報 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的人員 深入調查和情報分析後 在28號的時候 拿法庭首領 進去一間地鋪 找到一共 130公斤用茶葉包裝的懷疑冰毒 那個店員就被捕了 其實 你說是不是那個店員做 幕後主佬呢? 我很懷疑 他這間店鋪空蕩蕩蕩的 好像叫做家之寶生活八貨 他賣很少東西的 其實大家有做過雜貨店 其實都知道了 我們有親戚是做雜貨店的 做雜貨店應該是貼滿了 五金雜貨店也是在香港的傳統做法 都是滿了的 接著都不能進去的 貨店要放出去的 本來應該是這樣做的 瑤柱草菇原來是賣麵粉 我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會講這件事 這件事聽過了 新聞也會講 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香港有一個很不好的 這個趨勢是令人非常擔憂的 你留意一下 香港以前的人是吃什麼 地下司令商品的 最初當然是吃白粉 即是海樂鷹 這一類型的毒品 只會令人很脾氣 即是海樂鷹 它基本上是令人放鬆的 當然這些是毒品 這些令人很脾氣 就是我們所講的 做導遊 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就是 毒品的常識 我們會講的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鼓勵人去吸毒 即是吸毒這件事 是不可以試的 因為一試 就很容易 有問題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試就上癮 我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這件事 即是很多 即是教別人不要吸毒的人 就說一吃就會上癮 我告訴大家其實不是這樣的 即是毒品最危險的地方 就不是一吃會上癮 即是它 如果一吃會上癮 就很危險 這個危險性反而沒有這麼大 都是危險 但是那個危險性沒有這麼大 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試第一次的時候 他覺得沒有上癮 即是這個問題才是最大的 即是第一次試了 他沒有東西他覺得我控制到 我不會上癮 他吃第二次 吃第三次吃第四次 這樣就上癮 即是問題在這裏 即是他不是一吃了就會馬上癮 不是這樣的 他的機制是 他吃了 他等到你覺得 你自己可以控制到這件事 那你控制到 你那次控制到 你就不會管 那就繼續吃 即是沒有東西的 一些朋友去吃 我去吃 沒有東西的 但是現實不是這樣的 現實有很多毒品 其實最初 你吃了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 這個我是聽回那些 就是戒毒成功的人說的 最初好像沒有東西 就是白狠也是這樣的 最初第一次吸兩口 沒有東西的 追龍沒有東西的 最初沒事的 最初不會上癮的 最初你會覺得 不會上癮 但是 這個才是最危險的狀態 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經上癮了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我村委書記的爸爸說 說起冰毒就不能夠不說 有個中學化學老師 改良製造工藝 令到很容易弄出來 現實版絕命毒師 其實就是這樣的 一向都很容易弄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嚴重的冰毒問題 那些人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用藝麻黃鹼的感冒藥 他用感冒藥去練出來 其實就是 那 當然 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最早的方 用藝麻黃鹼練得很厲害 其實就是我們這裡 有第二條路徑 就是練這個冰毒 用藝麻黃鹼這條路徑 是最便宜的 而且出來的課是最順的 就是這裡先搞的 就是我們這裡 那 那 瑤柱草菇就說 我想吃一次就會上癮 其實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不是吃一次就會上癮 但是實際上 這樣才是最危險 慢慢會加量 那 到最後真的是上癮 那 Freder Wong就說 非常明目張膽去賣毒品 其實他們以為自己很聰明 就是那個染戶很聰明 有間家品店 但是你看都不像真正家品店 其實就是 這些貨品是假的 其實就是 香港的 毒品流行 之後就 變成了 拼頭那些 接著就變成 K仔那些 拼頭的危險性 都沒有冰毒那麼厲害 我也要說 如果你真的要說危險性的話 那K仔就更加不用說了 K仔呢 其實根本就是 麻醉藥來的 其實就是 就是 那個人就不會吃了之後 就很燥狂的 他不會的 當然他有其他問題 但是冰毒他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他會令到吃了的人亢奮 之後會衍生很多社會問題 我其實很懷疑 一件事就是 之前那些 達朵的那些人 就是駕駛下車達朵的那些人 究竟他 有沒有吸毒的 他有沒有 嗨兵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 因為 嗨兵的人 他會覺得自己很重要 他會覺得自己一個很重要的人 隨時可以達朵 你知道我哪個哪個 他會這樣的 還有 你嗨兵的人 是燥很多的 就是 斷藥又燥 其實是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門徒劉德華角色 表面是賣中標 實際賣白款 他是賣電器的 在深水埗賣電器 哈哈哈哈 好像你記錯了 哈哈哈哈 那 炎柱草公的家賣店 塞到爆棚 就是我們 我家裡有一名 是做這些 那他塞到爆 其實是走路 真的走不到 還有 那 就走到別人 你知道他那個 的 我這個 那些 那些 我複述一下 他說的話 其實那些人 他做的事情 其實 很有可能 就是 他本身 那... Freder Wong就說有時候都懷疑19年那些事情都有人派了 其實這個不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你說派了草之後去搞... 我告訴大家 那個反應就不像派了草 其實很像派了兵 其實如果要令到一些人很躁狂 令到他們做一些違反社會規定的事情 就是派了兵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有一個誘因去派了兵呢?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搞事就會興奮很多 為什麼那些人... 在內地都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不只是香港有 在大陸都有 大陸都有人... 他們叫做溜兵 溜兵的 他們的普通話是溜兵 他們有溜兵的人 這些事情 在內地的做法 通常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找那些... 陪坐那些阿姐 去道理去吃的 其實很壞 內地都有些事情很壞 我也要講一些黑暗面 那些黑暗面我們有機會都會講一些 但是你在香港現在流行這件事 危險性就會更高 為什麼呢? 那些年輕人 如果遭遇了這個人的話 這個人是戒不掉的 我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你說... 冰毒戒不戒不? 不能戒 是不能戒的東西來的 為什麼你說有些人戒不掉的? 我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這隻冰毒最危險的地方就是 根本是不能戒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人說可以戒得到 我告訴你你傻了 這隻冰毒根本是絕對不能戒 你只要一上印就戒不掉了 那你說不是啊 那些人吃聰明丸那些都是 什麼聰明豆 就是在美國 其實都是... 他可以... 那些專注增強的藥 都是這些東西來的 我告訴你完全不同 這隻是... 這些冰毒是甲基 按非他命 它在你的腦裡 根本就會... 令到... 你的腦子就是... 駁一些線 就是... 重新駁過 基本上 你... 自一... 一撩過冰之後 又... 沒有可能... 得到同一樣的歡愉 在人生裡面 這些是... 上了引的人說的 所以... 很嚴重 C.Joy說福音戒掉都不行 戒不了 是很容易吃回來的 冰毒是... 就是... 為什麼我說戒不了呢 他戒了一會兒 很快就吃回來的 告訴大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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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就不是... 是... 嗨毒品的意思 這個是... 小里亞爸是叫人不要吸毒的 一定要講 小里亞爸的首歌是叫你不要吸毒的 一定要先講一下 我要... 環穩光 一個清白 他說...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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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 就不是毒品 一定要講清楚 司祖祥愈快樂愈墮落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好 說真的 被人知道你有錢有個危險就是 賣這些東西的人就會賣你身的 其實是這樣的 黃島都會黏在你身上 黃島毒都是應該是 都是會黏在你的身上 叫你賭下這樣賭下那樣 又要發兩條女兒給你 然後又道理性線 有錢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發生過什麼事呢 就是撩兵的人 撩了之後 我們這些是親身經歷過的 不是說我撩了兵 是衝上高速公路逆向行駛 是在繁忙時間的時候做的 我就是在那個控制室 那裡看那些攝影機 我們可以看到的 那時候在那個辦公室幫客人做事 看到那輛車是裸橫衝直撞的 很危險的 我告訴大家 如果一個地方 去打擊這些冰毒入境 做得不好 或者打擊那些製毒工場做得不好 我告訴你 很嚴重的 因為 只要 撩兵的人 到了人口某一個水平 社會的治安就會極差的了 這件事情 你說是 掃毒還是海關的責任 我不知道 我想香港兩個部門都是有關係的 老實說 這些真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很老實說 這個冰毒 它造成的社會問題 是可以嚴重到 我不是誇張的 真的不是誇張 可以嚴重到 那個二次傷害 是可以很大的 因為這裡也試過一宗 就是有人拿了一把武士刀出來 去抓了 拿一把武士刀出來 在街上砍人 你可以去查 不是計劃的 是有這樣的事情 看 Angeline Mac說 早上 隔壁喝咖啡也這麼難 何況街道 咖啡也沒有什麼害 這個也要說 咖啡是成癮品 這個是真的 是癮品來的 咖啡我也要說 是會成癮的 咖啡茶也是 是癮品來的 但是這兩樣東西都沒有什麼害 就是有些事情 成癮 沒有害就算了 好老實說 你有害的東西 就可以要禁 咖啡 咖啡 那 戴麻二芬那裏 鷹鷹你講 戴麻二芬那裏 我就不是很同意的 就是政府那個做法 不過老實實實 就是我不同意都沒有用的 就是好老實說 就是政府 有些專家去建議禁這些東西 就是我的看法就不需要 因為現在香港的法律 結果更嚴重於內地 就是你更嚴重於內地 其實就是 我覺得沒有必要 那麼 戴德車就說 現在最麻煩是戴麻 其實戴麻的傷害 就沒有冰那麼厲害 我也提醒 但是 我也要加個但是 但是 現在的戴麻 和幾十年前的戴麻是不同的 譬如有些人說 以前我在美國讀大學 都吃過戴麻 沒事 我告訴大家 在這幾十年來 戴麻的害處是升級了 我告訴大家 真的 這個不是騙你們 有些人說 別人美國都解禁了 就是他們解禁他們的事 就是他們那個毒害 其實是升級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種大麻的人 可以有辦法 令到那個THC的含量 就是它那個 令到人高級的成份 就提升很多 這個是有危險的 但是 大麻你說 本質是不是很危險的毒品 我告訴大家 一定沒有冰毒那麼危險 冰毒是 最危險最危險的東西來的 因為我自己也見過別人吃大麻 我也要說 我見過別人吃大麻 吃完之後 那個人沒有什麼 就是他那個人 為什麼沒有什麼 他突然之間很暴躁地打人 那些不會 就是他不會害到其他人 你要知道 害到其他人的可能性比較少 但是冰毒就不是 就是冰毒本身這件事 就是令到人會很燥 還有 那個精神是很亢奮的 是可以幾天幾天不睡覺的 那我就告訴你 這件事就很糟糕 你一個人幾天幾天不睡覺 而且很亢奮 他會做什麼 你是不知道 就是我們這裡見過的 情況就是 拿武士刀劈人也有 拿一輛車 向行高速公路也有 開著一輛車軟叉狀 也有 C Jojo就說 我又中 有個朋友 就是 給錢在福建的哥哥 放數的人 以為他哥哥很有錢 導他吸毒 之後 都戒不了 其實 知道你有錢就很麻煩 有些人 是會埋身去害你的 其實是很嚴重的 Tricia 他就說了 一個英文 就叫 Paranoia 是 這個 嚇了兵的人 他 是會有 一個很大的幻覺 還有妄想症 他們傷害自己是怎樣 冰毒的人 有時候就挖自己的手 或者挖自己的腳 肉 他就說 看到那裡有一顆倉 其實是沒有的 那你就不斷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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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就 挖到 肉就爛了 是會這樣的 那你說戴麻不會上癮 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 其實 那個成癮性 就沒有煙仔那麼厲害 但是會不會上癮 一樣會上癮 而且 還有一件事情 一樣有危險的 會令到你 譬如 你看到 一些東西 有幻覺 吃戴麻是會有幻覺的 所以你說 完全沒有害 這個假的 就是有些人說戴麻沒有害 這個不是事實 我也要說 這件事情也是有害的 所以禁是對的 我認為 那麼 輝夜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說幾天幾天不睡 已經容易出現 神經錯亂幻覺 那 日本人 就是 打中國的時候 又給了很多這些 就是 安非他命 就是冰毒 給一些士兵去吃 其實就是 使得 日本人士兵 特別殘忍 所以 這個趨勢 就是 你找到 因為我是有看到 香港的新聞 是看到特別多冰毒 就是有關的消息 現在你看到就是 香港這件事情 開始流行 其實就是 一流行起來 就很危險 那個害處會 嚴重過 白粉 嚴重過 大麻 嚴重過 K仔 嚴重過 兵頭 這個 冰毒根本就是 就是 傷害最大的毒品 而且 成癮性是最強的毒品 冰毒這件事情 這件事 一上癮 根本是很嚴重的 這件事 真的碰都不可以碰 但是 我們知道 在香港 有些毒品快餐車 就是送這些 給人 以前也是被抓了 有些是 Campus Insomnia 就說 幾天幾天 睡不到 就會想事情出現 精神錯亂 也是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就是 現在這個趨勢是嚴重的 所以 海關 和 警察 是要做多些事情 因為 這件事 一在社會流行到 那個傷害很大 不是說 你不吃 就不會影響到你 因為 他們拿刀四圍斬 你想想在香港 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是很容易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不要以為 這件事我是開玩笑 還有就是 毒品的利益 因為 說真的 冰毒 其實 製作成本 是很低的東西 對比起 海洛英 就是白粉 對比起 大麻 對比起 這個 兵頭 它成本是最低的 說真話給大家聽 因為他們是有數計的 他們是計了 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件事 一在一個地方一流行 就會造成很多問題 這件事在美國已經流行了 有些地方 有些州份 他們有很多人 這些東西是上癮的 是很嚴重的 DB3P121 他在新西蘭 他就說 以前認識兵的人 都開始偷東西 因為沒有錢買兵 他除了偷之外 還會搶 女人就賣自己的身體 其實 這些 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 最厲害的毒品 才會這樣 我告訴你 好了 Connie Chan 說 近來香港晚上這麼多交通意外 這個可能是因素 我不知道 其實建議特區政府 做一件事 就是 所有發生交通意外的人 都要驗療、驗血 就是 驗有沒有毒品 你不要只是驗酒精 其實是要驗了有沒有毒品 根本 開始是太多了 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你說人類自今墮落 世界越文明越墮落 其實 這件事是一定要警惕的 冰毒這件事是一定要警惕的 因為 這件事真的沒有辦法回頭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我們不能發生了 最終的 來說 心能夠 好 你們 有 有 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